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在NBA漫长的历史中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球员 比如Jordan Kobe这样的得分高手 Russell大梦这样的防守汉将 而有这么一类球员被球迷们称之为恶汉 他们在场上球风飙汉 为了能够完成防守甚至会不择手段 本频道之前专门出过一期四大恶汉的影片 介绍其中的魁首人物 四大恶汉中的Green以及不在盘点之中的Artist Rodman等人 都是让队友信任而让对手头痛的典型 值得一提的是 四大恶汉中的Bill Lambert是引起最多争议的球员 曾经有多位巨星公开表示会担心被他报废职业生涯 而在他宣布退役时 整个联盟普天同庆 换句话说 他是球迷和球员谈及到肮脏动作时 永远无法忽视的存在 然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也不是全被负面消息围绕 他也拥有两次总冠军 四次全明星的荣誉 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比起恶汉的名号 其实他的技术也并不差 那么Lambier究竟拥有怎样的职业生涯呢 他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呢 今天 让我们走进Lambier的篮球人生 仔细剖析这位很多人心中的 史上第一恶汉 1957年5月 Lambier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 从小就开始练习篮球 由于身高的不断增长 他在1975年成功进入了圣母大学 并且代表圣母大学出战NCWA 虽然身高达到了211公分 但是Lambier自身的篮球天赋却极为有限 弹跳力运动能力非常一般 力量也并不是同届内线球员中的顶级 所以22岁的Lambier在大四毕业后 决定参加1979年的NBA选秀 却因为资质频频 并没有获得多少球队的青睐 最终他在第三轮第21顺位 总第65顺位被骑士选中 虽然是被NBA球队选中了 但是骑士却没有和他签约 他只能在海外开启自己的首个职业赛季 于是79-80赛季 Lambier代表意大利布雷西亚队出战 场均可以得到21.1分12.5篮板 一年之后他才成功登陆NBA 并与骑士正式签订合同 80-81赛季是Lambier的菜鸟赛季 这个赛季他出战了81场比赛 场均贡献9.8分 8.6篮板 2.7助攻 1.0封盖 表现虽不算十分精彩 但作为一名菜鸟内线也还算不错 平稳地度过自己的菜鸟赛季后 Lambier迎来了自己NBA的第二个赛季 在这个赛季 一笔交易改变Lambier生涯的轨迹 当赛季 由于在骑士不受重用 Lambier成为了一个边缘轮换 骑士并不认为Lambier有持续培养的价值 但东区的另一支球队活塞 看到了Lambier敢打敢拼的比赛资质 想得到它 于是 活塞送出了包括三名球员和两个选秀权在内的豪华筹码 将Lambier带到了底特律 在活塞 Lambier得到了充足的机会 虽然身体天赋一般 但是Lambier在场上打球极为拼命 这让Lambier的场均数据大幅增长 达到了12.8分 11.3篮板 1.8助攻 1.13封盖 成为了一名双十机器 同时 它也是活塞内线的防守大闸 接下来的九年中 它都当仁不让地坐稳球队首发 到了生涯的第三个赛季 Lambier的表现又有提升 在全勤出战的情况下 场均能够贡献13.6分 12.1篮板 3.2助攻 1.44封盖 这样的数据看似平平无奇 但当赛季 全联盟只有它一人 可以拿到13加12的数据 Lambier用自己全面的表现 赢得了球迷们的肯定 成功入选了全明星 紧接着下一年 Chuck Daly正式成为活塞主帅 Daly老爹是一名野兽派教练 他提倡激烈的对抗 比赛理念便是 要么不下手 下手就要狠 巧合的是 Lambier的打球风格正是如此 降帅二人的篮球理念 就这样不谋而合了 所以Lambier理所当然的成为了 Daly手下的宠儿 在Daly的指挥下 Lambier的出手次数多了 打得也更高效了 83-84赛季 Lambier的场均数据来到 17.3加12.2加1.8加1.02分盖 得分是生涯新高 在此后的几个赛季 Lambier的个人数据都很优秀 甚至在85-86赛季 Lambier还力压大孟 Barclay等人 以场均13.1篮板 成为联盟篮板王 到了87-88赛季 活塞的整体实力强了很多 Lambier不需要担负太多的任务了 于是个人数据有些下降 但在季后赛 Lambier的表现非常出色 尤其是对阵公牛的比赛 他开始逐渐展露自己的獠牙 这年季后赛 活塞与公牛在第二轮相遇 在例行赛的交手中 Jordan出尽了风筒 一次是砍下59分并带走了胜利 还有一次是砍下36分又带走了胜利 Jordan这个表现可把活塞惹怒了 他们发明出了Jordan法则 来针对篮球之神 在外线 有刺客和Dumars来针对Jordan 在内线则有Lambier 对Jordan拉扯纠缠只是小招数 如果拦不住 Lambier会将Jordan直接放倒 当然除了Jordan Pippen也被Lambier凶狠地下手伤到过 整个系列赛 Lambier交出了15.8加12.8的双十数据 是活塞的第三号得分手和头号篮板手 帮助球队以4比1的比分 轻松淘汰又年Jordan 跨过公牛之后 活塞直面塞尔蒂克 在这个系列赛 Lambier的肘子又一次发了威 他在抢篮板时 直接肘在了Bird的脸上 后者应声倒地 最终活塞4比2迈过绿山军 成功闯进了总决赛 在总决赛中 由于刺客在抢7战阴商退场 活塞遗憾地输给了胡人 但是这样的结果 显然让活塞的年轻人们体验到了 坏孩子一般比赛风格的好处 到了88-89赛季的季后赛 Lambier又将自己凶狠的作风 延续了下去 东区决赛 活塞和公牛连续第二年碰面 前五场比赛 活塞3比2领先 第六战是公牛非赢不可的生死战 于是比赛开始不久 Lambier就开始了他的行动 开赛不到两分钟 Lambier在抢夺后场篮板时 一肘子把Pippen砸翻在地 当场裁判毫无反应 直到公牛抢到后场篮板发动反击 裁判才把Pippen从场地内拖到场边 最终Pippen接受治疗后离开赛场 提前结束了他那年的季后赛之旅 Lambier自己则留在场内打了33分钟 贡献了11分10篮板5助攻 帮助球队将公牛淘汰了 到了总决赛中 Lambier也没有闲着 他与Jabar纠缠在一起 还给了Jabar一轴 经过四场激战 活塞以4比0的比分横扫 复仇了胡人 Lambier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枚戒指 这一年季后赛 Lambier除了负责在场上 煽动对方情绪 搞点小动作外 个人表现也不错 他季后赛场均贡献 10.1分8.2篮板1.8助攻 总出战时间队内第三 胜利贡献值球队第四 不可替代值VORP并列球队第二 基本可以认为是 刺客和Dumars之下的第三大功臣 89-90赛季 活塞志在未免 他们如愿地打进了总决赛 与拓荒者争夺总冠军的归属 打进总决赛的过程中 他们在东区决赛 连续第三年遇上了Jordan和公牛 这一次 他们通过抢期涉险过关 连续第三年淘汰对手 整支活塞坏孩子军团 也被认为是Jordan最大的克星 而在总决赛上 Lambier则迎来了爆发 首战他却抢下15个篮板 第二场 Lambier完成了 在当时来说很神奇的事情 他出手9次 命中了6G三分球 砍下26分 第四战 Lambier则再一次成功抓下17个篮板球 最终 活塞在总决赛 以4比1的比分战胜拓荒者 实现了未免 Lambier也得到了自己的第二枚戒指 90-91赛季 Lambier34岁了 个人能力已经出现明显下滑 活塞其他人也出现了状态下滑 虽然他们闯进了季后赛 但在东区决赛 他们被手下败将公牛横扫出局 这对活塞来说很难接受 尤其是对Lambier而言 在第四场比赛结束时 Lambier教唆球队领袖刺客 和其他队友 不要去和公牛球员握手 最后和公牛握手的活塞球员 只有队内唯一的君子Dumars Lambier他们则直接走出了球场 终于被公牛掀翻 意味着活塞辉煌期的结束 属于Jordan的时代正式来临 接下来的几年 Lambier由于年龄因素 开始逐渐沦为替补 最终 好胜心极强的他 在1994年选择了退役 结束了自己罪恶而又充满争议的职业上涯 在退役后 Lambier成为了WNBA的主教练 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比如 他曾从2002年开始 担任WNBA底特律振动队的主教练 执教的第二个赛季 Lambier就带队取得了25胜9负的战绩 并且夺得了总冠军 自己则获得了年度最佳教练 从此之后 振动队都算是WNBA中的强队 2006年和2008年 Lambier再次带领队伍取得了总冠军 2015年他换了东甲 担任纽约自由人的主教练 又获得了年度最佳教练 从此可见 Lambier的执教才能也十分出色 介绍完了Lambier的职业生涯 我们也必须要聊聊他的技术特点了 除了让人咬牙切齿 头痛不已的脏动作 天赋平平选秀胜位极低的Lambier 究竟是依靠什么成功立足NBA 并且成为冠军队的中流砥柱的呢 首先便是健康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内线球员 如Ralph Samson Bill Walton等人都受到严重的伤病困扰 Lambier的身体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健康的出奇 从进入联盟开始 Lambier连续12个赛季出场超过80场 其中有连续6个赛季打满了82场 接下来的第13个赛季 他也出战了79场比赛 而这已经是他的倒数第二个赛季了 如此之高的出勤率 说他是一位铁人也毫不为过 Lambier一直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 很大程度上也帮助活塞 可以依靠更稳定的阵容 逐渐提升比赛表现 不会出现因为伤病问题而频繁变症的情况 毫不夸张地讲 Lambier的稳定出勤 是活塞可以取得两连贯的基础 除了保持健康的身体以外 Lambier还开发出了自己的接球跳投 以及三分远投的能力 一名内线球员可以完成投篮 在如今的NBA中似乎并不稀奇 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崇尚肉薄的联盟中 确实极为罕见 由于自身身体素质不够优秀 Lambier很难像Barclay 宇仁等人一样 频频完成空中作业 为了把握住得分机会 Lambier便练就了一手接球颠投 出手速度极快 命中率也非常稳定 最出名的比赛便是1990年总决赛 与拓荒者的第二场 Lambier作为一名大中锋 在进攻时并没有选择进入内线要位单打 而是停留在湖顶附近频频发炮 比如下面这个回合 在刺客和队友完成挡拆后 拓荒者两人同时扑向了内线 选择将Lambier放空 Lambier接到传球后迅速出手 在完全空位的情况下命中三分 全场比赛Lambier总共命中了6G三分球 追平了当时的总决赛单场三分命中记录 除了三分球以外 Lambier的中投更加稳健 他也非常擅长跑位接球中距离跳投 这在当时的联盟中锋球员中极为罕见 虽然得分并不是Lambier专长的领域 但是如此优秀的投射能力也十分令对手忌惮 事实上Lambier的罚球也非常精准 生涯罚球命中率足有83.7% 如果拍出Nawisky这样的二号位打法的四号位 他可能更胜姚明一筹 是史上罚球最好的纯内线 当然Lambier的防守能力也非常强悍 这一点由于他肮脏的比赛方式常常被人忽视 Lambier非常会利用自己天然的身高优势完成防守 一旦当对手突入禁区 他便将双手高高举击 给对手的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干扰 同时他的脚步移动也非常灵活 可以提前判断出防守位置 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 比如下面这个回合 在队友外线失位的情况下 Lambier第一时间跑到对手面前补防 同时举起双手 不给对手出手空间 在对方抢到前场篮板后 顾忌重施 再次完成护框 并且Lambier并不畏惧身体对抗 非常擅长利用自己强壮的力量 对进攻球员进行干扰 比如这两个回合 面对Jabal的背身单打 Lambier都死死地将Jabal卡出了禁区 不让他在舒适的范围内完成出手 最终Jabal都没能成功得分 从数据上看 Lambier整个活塞生涯 共抢下9430个篮板球 直到今天 依然位列活塞例行赛篮板榜第一位 共得到了12665分 位列活塞例行赛得分榜的第五位 共位活塞出场937场 则位列活塞例行赛出场数榜第三位 虽然整个职业生涯充满着争议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他依然是活塞队时不可忽视的标志人物 而他的40号球衣 已经被球队高高悬挂了 虽然自始至终都被人冠以恶名 但不可否认 Lambier是真正的 懂得如何赢球的赢家 Magic就说过 看着Lambier在篮下冷冷的表情 就不会想冲进去上篮 因为没人希望 因为一个上篮 报废自己的职业生涯 事实上 正是靠着这种 内线防守的威慑力 Lambier在防守同时代 包括Jordan Magic Bird Barclay Ewing 在内的多名巨星时 都会让对手的数据 全面下滑 身为四届全明星 他在晚年 却甘于当篮领 当暴徒 他并非因为遭受童年阴影 而想着在篮球场上 报复社会 毕竟如前面所说 他出身于白人富裕家庭 所以答案很简单 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球队的胜利 为了自己那颗 永远不灭的球胜心 连他自己都说过 他做的最多的事 并不是打架 而是挑衅 要真正打起来 他们还有Rick Mahorn呢 这就是Lane Beer 聪明 球伤高 防守凶悍 甚至还能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就大胆尝试 并命中大量的三分 但同时 他又能将排云掌 风神腿 挑衅 假摔 肘击 山峰点火 急于一身 据说 他的两枚戒指 一枚送给了脱衣舞女 另一枚扔到了抽水马桶里 或许他坏 或许他饿 但他毫无疑问 是一名真正热爱篮球 对篮球有追求的职业球员 而在活塞 他也成为了一个 比他晚六年 打NBA的毛头小子的 精神和肉体 双料导师 这个小子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倾出于蓝 将防守和搞心态 做到了极致中的极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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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